拥有这样命格的你 不创业太可惜 好想要自己创业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最近上班快累死了 好想炒老板鱿鱼 相信很多上班的朋友 都受够了每天看人脸色 一层不变的生活 尤其要是有了家庭 更是只能乖乖的为五斗米折腰 不敢任意换工作 若是遇到经济不景气 公司为了降低成本而精简人力 不但加薪无望 还把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简直是活生生的 人为刀主我为鱼肉啊 等一下 事情没有这么悲观 SAMON老师现在就告诉你 几个适合创业的好格局 请同学赶快把命盘拿出来 跟着比对看看哦 从星辰看创业命格 直接进入主题 我们曾在太阳星那一集谈过 太阳是个动星 可以引申为男人与工作 北派斗数中的动星 通常与工作的变动性有关 属于动星的有 太阳、太阴与天机这三颗 这次我们来谈创业 也从太阳与太阴这两颗星谈起 从命盘中看自己的工作 男性的观众就以命盘中太阳所在的工位为主 女性的观众则是以太阴所在的工位为主 再从这个工位飞鹿 就可以简单的知道自己的命格 是否有当老板的机会 由于鹿权在北派来说 是属于生意格、创业格 这次我们就从鹿与权来讨论 其他的事话先略过 原因是加进来之后 会让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变得过于复杂而不易理解 但并不代表不重要 或是可以忽略 当然 鹿基一组与全科一组 是北派斗数的无上法则 这部分仍是相当重要的 当朋友们在工位陆入之后 形成老板格时 也不要一下子太过于高兴 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该工位是否有字化同类像 若有的话仍是破相 那就不可以创业 以下我们用创业格局 与创业时间点来解析 创业格局 录入命三方 太阳所在工位 录入命三方是标准的创业格局 话录入命财官 就是老板格 这个能量非常的强 都是我工 命财官 是后天行运的重要工位 谈的就是自我实现的部分 当然 录入命三方 也就是讲后天的格局好 这当然是创业时最稳定的格局 录入命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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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所以说三次 请大家比较一下 赶快查看一下自己的命盘 若拥有这样的格局 不创业就太可惜了 今天的节目正是为你而做的哦 上次跟大家分享到首富的命盘 主要的方向都是谈 命主三方市政的格局 如何的好 套入这次我们谈的太阳 仍然可以验证这张命盘 画面中 命主的太阳在奴仆宫 划入入财博宫 就符合了当老板的格局 同时 命宫三方的意思 也表示 命主需要身体力行去经营事业 而不是投资就好 关于这一集 我们会在右上方贴上连结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观赏哦 太阳所在的公位 入入紫田县的朋友可以当老板 但只是虚名而无实权 符合这个项目的人可以投资 却不是实际经营公司的人 子女工可谈合伙与投资 而田宅公则是收藏位 换句话说 这样的人要当老板是要借助他人的力量 或是家族的势力及影响力 而并非自己打拼 入入负籍 匈奴县 太阳所在的公位 入入负籍 匈奴县为上班族 太阳化入入负籍 与父母为上班族 而负籍为本土的公司 父母为外商 或是政府机关 兄弟奴仆也是上班族 兄弟为私人企业 奴仆为服务业 若是化际在 父母 负籍 兄弟 奴仆 就只能是上班族了 哦 至于可不可以创业的原则是 只要入入六外工 就只能当上班族 而子女工则是无时权的老板格 也代表了可以投资 而无实际经营权 相反的 入入六内工 大多可以创业 田宅工 虽然可以当老板 但经营权是在家族手里 而不是本人 另一个是福德工 则是可以谈因个人兴趣与 四号而当上老板的格局 创业时间点 以上的方式都是看太阳太阴在哪里 来看是否有创业的命格 只有讨论创业命格 而不解释时间点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所以从大线来看 就可以看全入的哪一工 所代表的年份 所代表的年份就是适合创业的时间 复习一下 本命是用路来看有没有创业的格局 而大线是用权来找发生的时间点 这也符合了北派中定义路权的相义 大线官入划权入某工 留年走到某工 就有权 因此该年我就可以当老板 大线的官入工 就是这十年的工作运 若从大线官入划权到命工 因为这是六内对六内的关系 因此表示我这大线有工作 可以创业 而权入命工的留年 就是创业的时间点 例如 命主创业在三大线 本命福德工 而三大线的官入工 就是指工作的运势 为己天干划权入某位 而某位就是兔年 开始创业 合伙创业的时间 大线官入划权 照入某工的对工 留年走到对工 就有权照 因此该年我可以与人合伙 就像目前画面上的显示 大线官入划权 大线官入划权入或照大命 榴年走到大命的地之位 就有权 该年的姻缘可以助我 与人合伙 也就像目前画面上的显示 若留年画权入大千 该留年可以与人合伙 这三个意向都是讨论 与人合伙的时间点 从田宅公看自己是上班族 还是应该创业 田宅公入入官入宫 适合当上班族 田宅公为空间项 也是收藏位 所以偏向保守 而入入官入 则是代表想法偏向于保守 而无法创业 田宅公寄入子女公 不宜当老板 田宅公为库位 是金钱的收藏位 寄入子女可解释为 想要与人投资 一方面寄入子女 反冲田宅 反而破库为不吉之相 不合伙投资还好 做了损失更多 连原本的钱财都赔出去了 哦 动脑时间 又到了动脑时间 今天的内容有好好的学习起来了吗 题目一 拥有这样命格的你 不创业太可惜了 哪一个是对的呢 A 太阳 宫位 入入父极线 B 太阴所在宫位 入入匈奴线 C 太阴所在宫位 入入命三方 D 田宅公 寄入子女宫 答案是C 太阴所在宫位 入入命三方 则是最好的 创业命格 这也是这次影片的主轴 当然仍然不代表 其他的格局不能创业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命主是女性 观察事业就以太阴的宫位为主 若是男性 才是以太阳的宫位为主 题目二 该上班还是去创业 哪一个是错的呢 A 田宅公 入入官路宫 宜当上班族 B 太阳宫位 入入匈奴线 可当老板 C 田宅公 寄入子女宫 不宜当老板 D 太阳宫位 入入父极线 为上班族 答案是B 太阳宫位 入入匈奴线 可当老板 是错的 太阳谈论工作 而命主 把工作的好处 给了朋友 或是兄弟时 则表示了 朋友与兄弟 得到了工作 与我的创业 没有关系 若是改为 太阳宫位 入入匈奴线 可当上班族 就没有问题了 题目三 入权科技的四画像中 与创业有关的叙述 哪个是错的呢 A 四画中的入权 为老板格 B 太阳的宫位 画入看本命格局 C 大县官入画权 看流年 D 科技代表 四臂公亲的老板格 答案是D 科技代表四臂公亲的老板格 这个答案是错的 科代表按照规矩而来 G 代表认真与付出 这两个能量都偏向于保守与守成 因此不会有开创的格局 所以不是老板格 我们的节目又到了尾声 今天也提出了几个可以创业的条件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机会可以 Fire掉自己的老板呢 或是只能摸摸鼻子乖乖的去上班呢 这些格局 仅是从非公的角度来论创业与上班的格局 北派还有其他的看法与观点 碍于时间的因素 以后若有时间 我们还会再回来讨论相关的话题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也记得来影片下方留言 并且记得按赞订阅与分享 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下星期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 与大家分享哦 就这样 拜拜